在開拍之前 一定要先去那個景觀學校 我們待為期受訓了15天左右 這樣子 每個人 最重要是學那個勤拿術 所以我們現在都很厲害 壞人不要打我們的主意 真的嗎 發現男朋友都特別聽話是嗎 對… 從此就變得特別聽話了 是… 長座上有座 這裡 這邊 好 講話 你肩膀怎麼 我們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宣布 那麼特別的進場方式 今天不是什麼長官要來 今天是我們最近台視 八點檔推出了一齣搶檔戲 叫做景花園 那推出之後呢 受到各方的好評 所以今天我們特地請到 幾位重量級的人物 他們也是長官喔 對 系統警官還有一些警察 都來到節目裡頭 系統主要演員 來答謝觀眾對他們的支持 來 歡迎他們出場 黃友 準 敬禮 歡迎 歡迎 歡迎來到玫瑰之夜 是...我旁邊這位我要特別的介紹 好久沒有看到我們魏子昀先生 在螢光幕上出現 我以前常常這個 我的演藝生涯當中 有很多貴人的出現 第一位貴人就是魏子昀先生 沒有你就沒有我 這是我要聽一聽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當年這個我們作秀碰在一起 我就在他面前踢幾個徹底 他就 就請我進去他的戲劇裡面 演一點點戲這樣子 魏大哥 今天是要來清理門戶嗎 今天看到今天很大的成就很高興 拿來…都是您的栽培 是 你旁邊那位帥哥 你要好好問一下 我為什麼站他旁邊討厭 我覺得他是 連女人都會嫉妒的男人 你怎麼說 長得這樣 真是沒辦法形容 謝謝你的誇獎 景花園裡面有沒有想請教 他的到底是精神是什麼 景花園我想大家 已經如果看過前兩集的觀眾朋友 我都知道我們是在敘述一個 警察的成長過程 主要的這個場景是在中央警官學校 一般人對於警察的形象 都抱著覺得是非常嚴肅的態度 其實我們這個戲 希望能夠把警察不為人知的一面 表現給觀眾朋友看 包括他的感情 包括他的生活 包括是怎麼樣 由一個畢業的高中畢業生 考進了警官學校 他的種種階段跟過程 我想並不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戲 也希望觀眾朋友能夠多給我們支持 我們希望表現的是一個正面的意義 也當然有娛樂的效果 很多時候人家看到警察和警官 都看到他那個威風八面的樣子 熊啾啾的樣子 可是警察也是一個平凡的人 對 沒有錯 我想警察的私底下 他也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 比如說像我的角色 在裡面演一個警官學校的隊長 可是警官學校的隊長 在私底下 我也是一個父母親的一個獨生子 也是很平常 並且我的感情上 我也碰到非常多的挫折 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 警察就是這麼的這個強硬 這個非常的這個 怎麼講所謂Tough這種硬漢 這種並不一定是 所以呢 總而言之整齣戲來講的話 我想是可以用多方面的角度去探討的 對 我想這個戲啊 一定非常賞心悅目 除了有歐陽龍這麼英俊的長官以外 還有多麼漂亮的警員 自己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對 我們不太認識 歐崩佳佳 酒養大名 指名是 我是黃霖劇中飾演的是 名字叫做洪依林 是一個鄉下的女孩 那其實有一次遇到他們辦案 之後看到警官之後很憧憬很崇拜 於是就來投考警官學校 是 是 是 這樣子 這位 大家好 我是陳孝萱 在劇裡面飾演的是方思敏 這個角色呢 他是因為家境平寒 才去投考這個警官學校 那當然他在這個警官學校裡面 受了很多的訓練 然後也交了很多好的朋友 所以慢慢的他終於能夠 出了學校之後 能夠成為一個出色的助理檢察官 他們兩位為了在這個戲裡 非常吃重的演出 所以還吃了不少苦頭 你們為了演這個戲 都受了很多的訓練對不對 軍事上面 武功上面訓練是不是 對 在開拍之前 一定要先去那個警官學校 我們帶圍棋受訓了15天左右 這樣子每個人 最重要的是學那個琴拿術 所以我們現在都很厲害 壞人不要打我們主意 真的嗎 發現男朋友都特別聽話是嗎 對 從此就變得特別聽話了 對 不過我想最主要 我們台視籌拍這檔戲的 最主要的意義就是說 這幾年大家知道 在治安上也有很多紅燈 當然我們也做了很多的這個 破了很多的案子改善 可是我們能夠把這種體材 擺到八點檔來 又具有正面的意義 讓觀眾朋友了解到警察人員的辛苦 我想這是最大的意義 尤其今年我們是反讀對不對 在戲裡面我們也有非常多 反讀的這個劇情 也希望觀眾朋友能夠欣賞 一起來關心 一起來喝菜 意義非常的好 希望大人帶著小孩 一起來觀賞 同時我們相信這部戲 在我們魏子昀 魏導演 以及這個歐陽龍先生 還有這麼美女的合作之下 戲一定是非常的好看 對 記得每天 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天晚上八點整台視頻道 禮拜六就看我們玫瑰之夜了 禮拜六一定要看玫瑰之夜 來 今天晚上非常感謝您的欣賞 更感謝楊副團長率領的台式大學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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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個禮拜的也有 比方繼續收看玫瑰之夜 統統有 一 一 二 我 etch